连接1000个铁杆粉丝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 大家好 我是网友财经 今天是2024年的5月9号 我们来录制今天A股的收评视频 今天A股全年成交是9000亿 外资大买了80亿 超过4200只股票上涨 捐线效应不错 大盘呢 是再创了新高 但我要提醒各位 短线 我们可以去换股票 但一定不要去加仓 大盘需要有调整 同时我们去聊一下客帐50 去谈它的支撑位以及压力位 最后去谈几个板块 煤炭石油电力建筑等等 我们下来看一下护制大盘 在今天中午的五评视频 我们对于上涨指数做了明确的提醒 就是接下来它的走势 可以类比在今年3月初跟3月中旬的时候 而今天这样一个创新高的阳线 我们可以例比在3月11号 也就是这一根阳线的时候 大家可以自己打开软件去看一看 3月11号 在当时阳线量能同样是小于20均量线 今天也是一样 而同时在当时已经走出了这种高位横盘震荡的迹象 而现在大盘遵营的4天 我们可以例以为是高位横盘 所以我们再次的去重复我们五评的观点 接下来的大盘在高位横盘震荡之后 还会有调整 还会有下跌 至少需要回踩这条时日均线 我们可以说中期中长期市场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技术性牛市 未来还要往上涨 但是短期呢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有一个正常的技术性回调 而今天的上涨 我们可以设为是优多 也可以设为是短期的无序的震荡 总之在这个位置不要去追高 不适合去追高买股票 至少在指数层面上是这样的 当然个股层面上跟指数它是有分化的 在个股层面上它是肯定存在机会的 因为有5000只股票 对不对 总有一些股票是有机会的 但我们要控制好仓位 我反复给大家讲 我们去聊指数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去感受市场的情绪 是为了去感受市场的节奏 是为了帮我们去更好去做好短线的仓位管理 如果不是聊短线 我们没有必要去每天去录制这种五屏跟收屏视频 对吧 而今天的仓位管理策略就是 可以持仓不动 可以仓位去做减法 但一定不能够去加大仓位 去做仓位的加法 能听懂我观点的朋友 或者认可我观点的朋友 来评论区打一个518 好吗 然后再去聊第二个指数 科长50 科长50今天是一个光头光脚的阳性 有一个小幅的放量 我们先去聊它的压力位 压力位在哪里 压力位在哪里 有两个位置 第一个看均线层面 均线层面的压力很明显 就是这条蓝色的半年线 也就是120均线 这是一个压力位置 第二个压力位置的话 看K线结构 K线结构是之前这一个高位的密集区 画一个箱体 我们看到 其实也重叠到了这条120均线位置附近 所以当K线维度 以及均线维度 它这个压力位 在一个位置达到叠加的时候 这个压力会倍增 会达到1加1大于2的效果 所以压力很明显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而支撑位呢 支撑位第一点 我们看是下方的这个20均线 和我们这条特色的黄色多空超半线位置附近 这是支撑区域 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60分钟级别 60分钟级别 我们看裸K 裸K层面上这一波上涨 打破了这个颈线位 对吧 那么这个颈线位 我们去做一个延长画一条水平线 那么大概这位置也是一个支撑位置 那么当我们明白好它的支撑区域 以及明白好它的压力区域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箱体去进行对待 靠近压力 应该去做仓位的减法 不要去追了 而如果往下有回落 那么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低息的机会 好吗 这是科障50的一个分析 那么当然大家在各种其他的K线图上可以采取同样的方法去进行分析 好 然后这就了几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的话 去看一下煤炭 煤炭板块 煤炭在今天是微幅的下跌 煤炭我们之前给大家多次讲过 我们说这是一个高位的大的箱体 对不对 那么在箱体的下面眼其实就是机会 然后的确这里出现了一个不错的反弹 而今天的话是一个十字星 昨天的最高点跟今天最高点 都是打到这条黄色的多空超盘线位置上不去 而同时煤炭现在也已经涨到这个箱体的中轨的上方 对吧 所以一方面它的折石位置已经不是好的折石位置了 对吧 因为位置已经相对较高了 在中轨上方了 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涨到一定的一个压力位置 一定的压力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不适合再去做加法了 不适合再去加大仓位了 而适合什么呢 适合去做仓位的减法 如果说你没有 那么其实这个位置不适合你去关注 那如果说你有 那么你可以说顺势而为 比如说不破这根k线最低点 就是昨天那个阳线最低点 你可以顺势而为 那或者说你去不断的去分批去减仓 这个都可以 好 这样没探 那再聊石油 石油板块 现在是处于20均线下方 也处于我们这条多空超板线下方 对吧 然后它现在是处于这条绿色的30均线位置伏地 那我们在之前给大家去多次的去讲过 我说它的压力位在这条20均线 对吧 然后它现在整体上还是一个上空结构 它是一个创新高的上空结构 而且未来石油可能还有涨价驱动 但从短期回落上来讲 那么接下来如果能够去回落到30均线跟60均线中间 有没有再往下去掉一掉 掉到这根下向线的下方 那其实这是一个低风险区域 这是一个支撑区域 所以石油我们需要等回落 等调整 等下跌 给我们更好的价格 好 这是石油的关系 那再聊电力 电力今天是一个下向线 一个小k线 电力板块我们的观点很明确 就是压力位就是这条红色的20均线 看到没有 压力位是这条红色20均线 而支撑位呢 一直是这条黄色的多空超盘线 对吧 那么现在电力板块其实就处于这两个夹缝之间 一个是20均线 一个是黄色的多空超盘线 这个夹缝会逐步的缩小 随着时间的退役 它会有一次变盘 而这个变盘要么是放量向上 要么是放量向下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等 就是这么一个关键信号出来 而在这个信号没有出来之前 其实我们就先不要着急去博弈 或者说先可以小小小仓位去博弈 但一定要去等到关键信号出来之后 才能够去加大仓位 对吧 好 那么这是电力的思路 然后再来看建筑 建筑板块呢 我们维持过去的观点不变 就是这是一个长期的横盘 在积累能量 底部已经凸显出来 量价关系非常好 未来我们期待着能够去往上攻击到这条年线位置 所谓的横有多宽 数有多高 而当然我在昨天看评论区的时候 看到有人在说 说为什么不说横久必跌呢 大家知道 横久必跌 它是有一个前置条件的 就是它处于高位 它处于高位 它处于这种有太多获利盘的时候 而建筑很明显不符这个条件 建筑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区域 而且是处于底部区域附近 而这个位置其实是很多的大资金的这种成本价位置附近 所以这个位置只能是积蓄动能 只能是积蓄动能 即使接下来往下再有调整 那我们也只是理解为是洗盘 而我们有这样一个认知的情况之下 做好仓位管理 做好交易计划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聊一下旅游 旅游 旅游板块最近的k线走势不好 因为下跌跌破景象位 均线目前处于20均线 半年线下方 超半年下方 其实有点偏空 那么下方唯一的支撑 也就是这条黄色的60均线了 对吧 也就是这条黄色60均线了 那么旅游板块的话 不能跌破这个位置 不能跌破这个位置 一旦跌破这个位置 它这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头肩顶结构 所以旅游没有跌破这个位置之前 我们还可以去期望 它能够去往上的小反抽 但也只是小反抽 而一旦跌破了 就一定要去认错 最后就聊一下猪肉 猪肉我们维持之前观点不变 这是一个我们中长期看法的方向 那么这个方向甚至说 会成为未来机构抱团的一个方向 猪肉 那么已经过去的将近一年时间 形成一个底部的头肩底结构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结构 时间越长越有效 而现在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头肩底结构的突破 今天又再往上涨 那这种漫画其实来讲 有回落 有回落 其实我们就值得去关注 对吧 我们看最近的节奏啊 最近节奏是涨一波 大幅回落一波 涨一波 大幅回落一波 那么再涨一波 接下来会不会有再大幅回落呢 我们期待着 我们等待着 所以很多机会是等出来的 不要总是害怕错过 错过了无所谓 但我们更要是把我们真正等到的机会 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好吧各位 好 那么这是在今天的5月9号刷完盘之后 我们对于A股的收屏视频 持续的分享有价值的观点 连接1000个提供粉丝 我是网上财经的老A 听到这里的朋友来评论区 打一个518告诉我 点赞关注 网上财经 刘大A 再见